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招请的秘密 请辅导员一律主教分享PPT 招请的秘密 清净中练完了 接下来当然就是要招请中 招请佛菩萨 那么招请的秘密是什么呢 一般人都会以为 招请的秘密一定是心中放光三度 没错 但是比这个放光三度更重要的是 师尊在第102本书甘露法位中写 招请的秘密 是你的心 万法为心 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所以招请的最最重要的秘密是 我们一定要用最虔诚的心 最柔和动听的语调 感受一下吧 你要招请佛菩萨 你要先升起最虔诚的心 这个心才能触动佛菩萨的心 然后你发出的音量 一定是最柔和 最动听的 你心中最美好的声音 来招请 招请 风起 根本上是 天生或佛菩萨 也用这样 最虔诚的心 最动听 最柔和 发自你内心最深处的 那个 预调 声音 来招请 这才是用心 触动心 这是最关键的 第二点 观想 放光招请 心中白莲花上 控制 放光三度 冲上虚空 冲上虚空 这是师尊在 智慧的光环 154本书 中所写的 心中白莲花上 控制 放光三度 轰啊 轰 手啊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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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放光三度 而 师尊在 密教 大光华中 是这样 开始的 如果你的 修法的 主尊 是 阿弥陀佛 那么你也可以 观想 心中的 莲花上 有红色的 蟹子 放光三度 红色的 光三度 照前 主尊 所以 一般来讲 我们是观想 白莲花上的 红子 放光三度 而你修法 修你的 本尊法的时候 也可以用 本尊的 种子字 放 本尊的 颜色 也是可以的 好 这是观想 第三 手印 普通 可以 截 合掌 手印 如果你有 金刚钩 的 灌顶 可以截 金刚钩 的 手印 这样 还有另外一种 金刚钩 的 手印 在 密中 道次 地广 论中 师尊 又截 这样的 金刚钩 手印 而最常用的 目前师尊 经常用的 是这样的 金刚钩 而 这金刚钩 要钩 哪里呢 是钩 佛菩萨的 云 或 他的 法座 师尊 开玩笑说 不要钩 佛菩萨的 领子 也不要 钩 师尊 的 喇嘛群 要勾 云 或法座 这是手印 这位 就是 嗡 阿 云 索 哈 嗡 阿 云 索 哈 嗡 阿 云 索 哈 嗡 大家都知道 是 宇宙 阿 是佛 云 是成就 索哈 就是 如愿 阿们 如我所愿 这是招请 五方佛的 咒语 那么五方佛之下 所有的佛菩萨 都可以招请到 好 这就是招请的秘密 什么样的最虔诚的心 然后怎么观想 水平 中 好 谢谢 宇宙 祝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